扎钦,为了联姻他走了两年,到了之后丈夫却死了。 和钦是中国古代根柔木民族保持和平的一种手段,始于汉高祖刘邦时期,贯穿了整个封建王朝,可以说和钦避免了很多战争,给各族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。 除了和钦之外,还有一种手段也经常用到,那就是联姻,比如清朝的建立者女真人,就是通过联姻家战争的方式笼络蒙古人,保持了百年对蒙古的统治。 当然联姻也不是清朝的原创,最早的夏朝商朝周朝,已经通过联姻来笼络大族和贵族,以保持自己的统治,而官员之间的联姻更加普遍,甚至有的时候皇帝会禁止重要岗位的人联姻,比如管军事的和管政治的,就不允许通婚联姻。 元朝确切地说是蒙古帝国由于面积太大,也是通过联姻来达到笼络各部落的目的。 元时期蒙古皇族和哺鲁汉部、洪吉拉部等部族世代联姻,不仅仅局限于元朝,也同样适用于四大汉国。 我们都知道蒙古帝国包含了元朝和四大汉国,四大汉国分别是金帐汉国、茶河台汉国、窝货台汉国、伊尔汉国。 元朝曾经短暂地获得四大汉国的认可,把元帝当作大蒙古帝国的大汉,但也只是短暂认可。 今天这个故事就跟伊尔汉国有关,蒙哥在位时期,这个蒙哥就是神雕侠侣,终被杨国打死的那个蒙哥,他派弟弟叙列武进行了第三次西征,主要针对中亚籍北匪,后来蒙哥意外叙事,当然不是杨国打死的。 由于忽必烈和阿里不搁争位,所以西征就结束了,为了管理占领的领土,叙列武留在了西亚地区,后来忽必烈成功上位,也就是元氏族,1264年忽必烈封同父同母的兄弟,叙列武为伊尔汉,叙列武在西亚建立了伊尔汉国,领土包括今天的土耳其和叙利亚东部,伊朗,伊拉克,土库曼斯坦, 阿富汉斯坦,巴基斯坦西部等的。 前面说过,蒙古皇族跟布鲁汉部,洪吉拉部等部族世代联姻,叙列武一直跟布鲁汉部保持通婚,到了叙列武的孙子阿鲁魂在位时期,阿鲁魂的皇后是布鲁汉部的,她去世时留下一眼,不是布鲁汉部的女子,不能继承她的后卫,于是阿鲁魂派遣使者乌鲁, 阿鲁士阿,活着三人前往前往大都见元氏祖忽必烈,请她选赐布鲁汉部之女未飞,忽必烈把布鲁汉部女阔阔,针赐婚给阿鲁魂。 所谓阿鲁魂抱着核赞,就这样阔阔针上路了,但是元朝离伊尔韩国实在太远了,等于从东亚走到了中亚地区,当时交通不方便,全靠矗立,就这样阔阔针走了两年才到达,结果到了伊尔韩国,悲剧的事情发生了,阿鲁魂已经去世了, 当时在位的是阿鲁魂的弟弟启何兜,启何兜不想娶阔阔针,就派人把阔阔针送给了阿鲁魂的儿子何赞,何赞有政治智慧,知道这是一桩联姻,虽然不一定能帮到自己什么,但是在生世上还是很有帮助的,就娶了阔阔针,就在何赞娶阔阔针的童年,他发动政变,夺取了汉卫,成为伊尔韩国的大汉, 本来是要嫁给爹的,结果嫁给了儿子,虽然还是皇后,但是其中的欺苦与无奈也只有阔阔,真自己才能体会和承受了